好 欢迎今集的《风水豪谈谈》 有我社会哥 是 《风水豪》 阿雪继续在 阿雪 今集特别来宾阿雪 阿雪真是几个人的 真是好位灵性的 又不咬人 不要说我啊 老公 人家会碰你啊 真是我怀疾你 怀疾你 怀疾你上身 彪彤 不是 我都不简单的 知不知道 老公 真是的 好了 壮严之霸 今天呢 我们要首先在节目开始前 我们要讲讲有些什么情况 由于我们说搞这个佛誕的放生活动 报名人数是出乎意料地相当相当的 知共多 很多 但是呢 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我收到你那个联络的话 就一定会用WhatsApp SendWhatsApp 不是email whatsApp送一封信给你说我已经收到这件事 但是现在呢 筹备当中 有一件事就进一步的消息就容后公布 人民都收到 如果收不到的话呢 你就继续跟我们继续取得联络 那么现在呢 报名呢 就基本上名额有限了 就现在已经相当 相当挨近红线了 就是名额所遇无几了 因为我们希望呢 其实我们最初希望就是一辆小巴搞得定的 谁知道现在呢 是一辆大的旅游巴才能搞得定的 但是呢 现在名额就相当紧逼的了 相当紧逼的 因为有部分呢 就是在海外的 海外的 那你没可能回来做的 那你做运心意 我们都照收的 那有些朋友啊 有些什么问题啊 那你私底下 就是跟我来联络 我来联络 我来联络 我就再跟你谈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初步了 那是 功德呢 就一份一份地去计 那有些分呢 就是出席与不出席都可以 那样呢 我们容后再在那个时间再公布啦 那大家在捉紧的时机啦 因为现在还有更多时间 过来年月 那我们就差不多是时间要 要截止 要截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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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两架旅游巴 就是感激大家的支持和信用先啦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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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和豪师傅都说 哎呀 很简单啊 十多人了 没什么事 打两部的士就搞定啦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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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我们打了一架 原来不是 多的士是要call巴士 多谢 多谢 突然间四海哥边 找小巴 变成是找旅游巴 现在我怕要找整巴 找一大巴再 双层巴士进不去 是呀 是呀 我们在害怕这件事情 所以没办法了 可能要在这个人 可能要大家稍而欲报 要走一走 是呀 要走一走 可能要这样 看看到时是怎样的情况 我们尽量让他们舒适一点啦 是呀 是呀 就是热华那个啦 容大妈嘛 简直说直接影响我啊 好了 开播 阿豪 你来 这个 相处 这个 阿雪很怕你把线 来 阿雪过来 这个呢 容大妈 他就说要立法管那些什么灵异节目 那什么呢 灵异节目 首先你怎样定义灵异节目呢 我们这些说的风水算不算灵异节目呢 什么先叫灵异节目呢 你首先要定义这个问题 他一刀斩下来 所有什么灵异节目呀 什么风水节目呀 所有讲这些的他都要斩 他都要立法管你们 就是要你们封口 不让你们讲风水呀 讲些鬼鬼怪怪的东西呀 他 我觉得这个很有问题 你说什么那些风水节目教坏人 那些灵异节目教坏人 说怕那些年轻人去学武术呀 去学降投呀那些东西 大哥 有没有这么容易学呀 看下就学得呀 看下就学得不用我出来啦 喏 真是这样讲 我们公道点这样讲 容大妈似乎打了一个房子是什么呢 就是扫平一些牛鬼蛇神 就是破除迷信 就是不要导人 就是教坏这些人呢 又说什么风水迷信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人大了 他懂得分善恶 他自己懂得分的嘛 他说怕那些小孩 小孩怎么学坏 是啊 你试试教你的儿子呢 你的儿子不教都坏了 你的儿子第二天一定出来反 你不反你那个不是人的嘛 有这样的老母 就是在这儿扭着扭着扭着 就是我的儿子啊 都是听阿爷说的 阿爷正气一些嘛 是不是呢 有你这个什么 有你这些什么 那些臭媳妇 不反你架 都不对着了 袁家,袁家你再祖宗 你是什麼?袁門榮氏 在歷史上榮氏,真是一般的 將來我相信他會有名的 你禁什麼風水?禁什麼教人去學會? 行啊,沒問題啊 你首先掃斷了四大風水明師 什麼?李承澤什麼啊?麥寧寧 不讓他出街?七師傅不要說了 這個人已經說了七師傅,你還相信他就恭喜你 我真是恭喜你啊,這些人都相信 這些完全是一個瑜伽 一個好學的理念 因為我那天挑戰一下風水浩 經常性 因為我一瓣顏直尖的,我們很理性地去講的 你說要禁這些怪力亂神 行,你廟街的都掃光了 是啊,整條廟街都掃光了 掃光了 這些女友是特色來的 多少人故意去廟街啊 浪費一百多瘦啊,找個獎啊 找個獎啊 把他們簽出來 這些,喂 阿榮可欣,你有沒有聽過? 什麼?什麼? Bird Fortune Teller 大佬有名堂啊 人家是有名堂啊 他學到英文嗎? 人家練了很多,練了很久啊 袁門傭士,我都很心理啦 好啦,你說怕那些人學光頭 學武術 喂,這樣容易學的? 我覺得這個女人真是傻傻的 根本就是瘋子 我覺得 我不是瘋子,是低B 低B 低B 我覺得,袁家有你這個媳婦 真是十世不修 三生有幸 十世不修不得止 還要三生有幸 找到這件那樣的東西 找到這件那樣的東西做媳婦 我真是恭喜你 問我們鄧袁爸爸慘了 是不是好像只有一個兒子? 好像是的 唉,真是,又是幾生收到 真是幾生收到 不過不是的 邪花入宅 你看看袁眉昌 人家虎傅無犬子 他不就是虎傅犬子? 偏偏 唉,真是沒有計 就是虎傅犬子 犬子就娶過這樣的媳婦 不是,對的 唉,算了吧 這些人 容大媽 還有你容大媽 你禁這些這樣的節目 禁這些 禁風水節目 跟著禁那些靈異節目 你真是當香港沒有認識這些人存在的 不止呀,阿何 如果可以禁的話 全香港的什麼道教廟、佛教廟 是啊 禁了啦 他自己也有參加這些東西啦 喂,這樣我們佛教、道教廟 這樣連連擺一個長生香啊 幫別人去做什麼 附戰的靈牌一位 是啊 是不是迷信啊 是啊,全部禁了他 不是,你這樣 天天燒衣子啊 附戰,你看原學院說那個 附戰鵬那個什麼 化寶爐 不是那個爐來的 只是一個鵬那麼大 好像垃圾墳化爐那麼大 幾多環境污染的問題 禁過去啦 火葬牆都要禁了他 直接要啊 骨灰全部拆掉他 遺信了 就是了,是不是這樣啊 佛大媽 傻下傻下 你說句話就麻煩你 你用一下腦子 你說降頭的東西 這些很老實講 信者有不信則無 心定你就自然不害怕 身正不怕影子歪嘛 佛大媽 又不見有人落你降頭 他真的不害怕 所以他現在就禁了 沒錯,因為鬼都怕 是啊 鬼見到你就害怕啦 你這樣貓貓養 拌飯貓都不認識啦 他真的不害怕的 他本身已經鬼見仇了 他本身已經衰的啦 格又衰,樣子又衰 他怎麼衰格呢 這些還不說的 哈哈哈哈 我以為你這樣也知道他衰格 喂,有什麼難啊 這些話畢竟都是一個人物 是吧 上網查他連三八字有多難 不是,我們看他而已 我們看他的面相 容凱恩這些面相 大家留心看看 說話歪嘴 歪口歪嘴 歪口歪鼻三白眼 眉心窄 眉心窄就小氣啦 三白眼的人就記手啦 三白眼就是小人陰濕啦 是啦 再加上說話歪口歪嘴 就是口不對心 是啦 這些不是複相來的 這些哪是複相 擺明就是一副小人格啦 他這些 他小人點還是葉劉小人點 葉劉好過他 葉劉有點風流上的 是啊 葉劉啊 所以你不要看葉劉 整七十幾歲啊 婆婆還高叉期報啊 為什麼 他有些桃花的 葉劉 你說葉劉和他比葉劉好過他很多 那是啦 想換樓要貼葉劉嘛 想換樓要貼葉劉嘛 就是他自己要講啊 是啊 那就是你說的 我們 就是你說那些降頭那些要避 那很多東西我們 也都話分兩頭一下 那近年呢 我們就真的看到 香港就多了很多什麼佛牌啊 佛教那些 不是 泰國 泰國那些神佛來了香港 是多了的 這個是真的多了 在街上多了的 那浩師傅 真的很多人都是想問 究竟 為什麼這麼多人拜了泰國的佛牌 有什麼什麼象神啊 什麼四面佛啊 那些 那些 為什麼多了這麼多呢 還有那些跟我們中國原先的那些神佛 有沒有什麼抵觸衝突呢 我覺得呢 泰國的佛教呢 就比較接近原先印度傳下來那種佛教 印度的佛教 是的 我們中國這個佛教呢 因為為什麼呢 是達摩祖師藍傳下來我們中國的嘛 然後他進來我們中國 就結合儒家思想 就搞了這麼多東西出來 儒家道家 是的 那他就搞了這麼多東西 儒佛道 然後就拿了一堆 就搞了這樣的藍傳佛教出來 所以藍傳佛教和泰國佛教差很遠的 你們看一下 跟藍傳佛教差很遠 是啊是啊 跟藍傳佛教 怎麼說呢 是因為達摩祖師當年傳教 南傳佛教下來 達摩祖師帶的那個都是印度原裝 原裝正版的那個佛教 那就是叫做有中國特色的佛教 是啊 南傳下來就跟道家儒家就結合在一起 加上陰陽家 是啊 就混雜了 這個是事實的 變了現在我們南傳佛教這個佛教出來 是啊 就加上佛教 陳秀宗 就那個所謂的 講律 是啊 戒律 心如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 是啊 時時勤忽翼 莫斯爺 陳哀 這個就是六祖慧能大師的師兄 是 陳秀 陳秀寫出來的 是啊 但是 但是 然後五祖宏遠大師就覺得這首 這首計呢 都沒有去到圓滿的境界 所以呢 跟著 慧能 慧能大師 當年慧能大師是不識字的 我跟你們說 他是不識字 他連個一字都不識寫的 然後他就托另外一個師兄幫他寫另外一首計上去 就是你們整天口都 整天 唸口我都唸到出來 就是那對菩提本無樹 明鏡 亦飛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夜塵埃 是啊 接著 五祖宏遠大師呢 看到這首計 接著連上神獸手計一起拆掉 然後說這首計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用管他了 接著 宏遠大師就去廚房 那時候 慧能大師是在廚房工作的 為什麼在廚房工作呢 我們找一集再詳細跟大家說 那麼 去了廚房做事 敲了慧能大師肩膀三下 就叫他三更 就叫他三更去蟬房找弘院 找五祖弘院大師 接著就傳了金光經和伊勃給他 還有木綿加沙 是的 木綿加沙 就去漏夜呢 就怕神獸去追殺 不是怕 是一定去追殺 就馬上走下來 馬上走 一定去南方走 直至去到曹溪這個地方 曹溪在哪裏呢 就是韶關對出的 那裏一帶的 就現在有個南華寺 南華寺就供奉這個綠祖惠能的 現在它的金身呢 還在南華寺那裏 嗯 那現在整天在說南華寺 綠祖惠能有個金身 就是那個金身 它原殖了之後呢 入暗 入暗 入暗不知多少年 然後拿出來 它的肉體沒有爛多 它的內障取了出來的 就去杜了金 但是這個杜金呢 它是金身爛了的 在文革的時候 被那些紅衛兵 被那些紅衛兵打爛了 打爛了那個金身 在背部那裏打爛了 現在是補上去的 那你說 誰經常說保存中華文化呢 那你自己想想 那些人經常說 要融融中國文化 不知道這一段他講不講呢 這個呢 惠能就在這個曹溪這個地方 就成立一個南華寺 開始融發 就是那個綠祖壇經港義 就是去弘法在那裏 這個就是你們最出名的那個故事 風洞的故事 是的 所以曹洞宗呢 就延下來香港是誰呢 就是保蓮子就是曹洞宗了 保蓮子就是曹洞的了 那青山寺呢 就是現在一個古廟青山寺就是魏晉南 宋朝那時候已經傳了下來 一杯到禪師啊 那樣過來 那個就是淨土宗的 西方的 就是所謂花開百孽嘛 花開百孽就是這樣 有幾段我們將來有機會這樣講 是的 就是它那個戒律呢 我們中國特色那一套呢 所以後期 我們是戒律嚴明一些的 所以就講的是小城佛教 就是印度啊 這個泰國那些 或者西藏啊 那些藏元佛教 你叫做大乘佛教 就不要說分大與小的問題 那個觀念有些不同 是那個道人的觀念 不同 大乘佛教是自利利他 不是道人 不是道己先的 是人和己一起道 沒錯 小乘佛教 只在是道了自己先 自己成佛才去道他人成佛 你自己不行的 你怎麼去救人呢 是的 這個就是小乘佛教了 大乘佛教呢 就是你一隻波野洲 就全世界上去了 連自己都在那裡 你放下把刀就已經是佛了 是的 自己和人家一起道 這個就為之大乘佛教 但是無論怎樣 中國的佛也好 泰國的佛也好 大家誠心去禮佛 就基本上呢 你說降頭那些東西 其實這些是邪門來的 其實邪悅症呢 不是這麼難分的 袁門用事 不是這麼難分的 即是等於美食和糞便 你這樣都不會分的話 那就該你吃糞便 即是我們經常覺得 即是不要經常講到 這些要禁 不用的 這些很簡單的道理 你一眼二明一眼看到黑白的 正與邪什麼 什麼降不降頭啊 那些什麼上身啊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不用去禁 人家一看有什麼不妥 留下一個選擇權給人家 很簡單的 即是我們不是學得 你老公這樣 如果有得選 我不知道還會不會再選你 至少我不會選 我一定不會選 我一定不會選 那袁眉昌是不同的 他零射的 taste特別些 特別些 真的 taste零射特別的 可能機場是起第四條飽道的 OK 你一看袁門用事 就知道他高壽平 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這件事 我懶得不想 我這樣都知道 看到了 是不是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有些 有些什麼 風水命理的 紫瓶八字 還有有些什麼功德 要查詢我們 就歡迎 聯絡我們下面這個 4C Hotel 或者5291491 是 另外有件事 跟大家暴重 咬雪出關了 寧著掛開翻了 寧著掛開翻了 帥仔 做掛 帥仔 知道嗎 今天說說上來 給你們看 就是因為今天清明 他出關 出關啊 吐了整個月 為什麼今天這麼害怕我 拿那些線出來就害怕我 是啊 他很害怕線的 是嗎 是嗎 帥仔 害怕你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